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九集 就是我本人示范怎么样把油变成很好吃,很好喝 同时怎么样来吃生酮餐一个示范 那我们一般上正常人来讲 他吃长糖生酮饮食就好了 就是说淀粉不可以超过每天总能量来源的50% 正常人的饮食就是应该要这样 这个叫做保命饮食,长命饮食 可是我以前长时间吃素,油吃的很少 油脂应该占能量来源的40% 我可能5%、10%都不到 反而是大量吃这个淀粉 我的碳水化物含量来源可能占的 每天能量来源的90%、100% 甚至超过100%引起肥胖 那我后来就因为这样产生的这个无法利用葡萄糖的身体 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 那后来我就只好吃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因为我的身体的这个代谢葡萄糖的引擎都已经坏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吃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米饭面食水果馒头 包子,地瓜马铃酥完全都不吃 用油来当做能量的来源 这个是一个素食的一个素食者的食物指引 现在几乎大部分吃素食的人都是按照这个指标来吃 那么这个指标是看起来 底下的最底下的三条型就是米麦制品 还有水果、豆、油脂反而是最少的 这是一个打叉被我打叉叉的一个错误的这个指标 所以这边左边打了一个大叉叉 那么我们真正的素食应该怎么吃呢 就是吃这个油脂要占差不多40% 那么其他反而要少 米麦、水果这些反而要占一半左右 这个才是正常的素食 可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吃错了 也就是说不是吃好的饮食 而是吃一种我们叫做药面的饮食 这种药面的素食就是低脂高糖高淀粉的素食 这是一个整体的整个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一个错误 可是事实上我不但不反对素食 我在第11集的时候还谈到说 常糖、生酮、素食是人类未来的饮食主流呢 那我本身西医出生 我是以前做过加护病房外科、麻醉科、急诊科 做了二十几年 那后来转做自然医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我自己把身体搞坏了嘛 一直当血汗劳工值班 有时候很多天没有睡觉这样 有一天呢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血糖 饭前高到五百 饭后高到一千这样 糖化血色素正常是不会超过六 我是超过十三点 我是十三点五 那后来当然就是说 吃药啊 打一打书都没有什么效 都没有办法控制这样 后来呢 就只好用断糖、生酮饮食 才控制住 也没有说痊愈了 那后来呢 我就对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有深处的了解以后呢 自己长期吃断糖、生酮饮食 那我就把断糖、生酮饮食 也应用在我的这个重症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身上 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我在这一集呢 我是要示范一下 怎么样吃这个早午晚餐 这个早餐呢 我是没有吃 一般人所谓的主食的 我是喝油而已 油 就是这个是我的早餐 那么我们用这个 HRV油里面的 Omega-3的油 10cc 这个Omega-9的油 10cc Omega-369都够了 一天吃两次嘛 Omega-369是必须脂肪酸 Omega-3跟6 所以一定要油 Omega-9也可以抗发炎这样 那后来也加了一些 这个MCT 那中间的比例呢 其实我是用到40cc MCT是来自野质油 可是这边不得不提一下 因为厂商他们很容易推销 推销成好像有一种 社会上有某些人 有一个错节 就是说 所谓吃生酮饮食 就是一定要喝野籽油 全部喝野籽油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问我为什么不提倡 完全喝野籽油 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这里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野籽油不是一个坏油 它是一个好油 可是呢 它的这个必须脂肪酸 必须要有的 不能没有的 Omega-3跟6 几乎接近零 大家看 这个是Omega-3是零 那么Omega-6是1.4 几乎算是没有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一目混珠 说它的这个野籽油 含有这个中链脂肪酸 叶桂酸 其实叶桂酸 它不是中链 不是 它算是常链的 中链是指八个碳 跟十个碳的这个酸 才是 要提炼以后 把这个叶桂酸拿掉 所以3-6很重要 3-6没有吃到是不行的 所以很多人吃 长期吃野籽油 没有吃到Omega-3跟6 会常 身体会出问题 那么 所以说这个叶桂酸 多的 它不是叫做中链脂肪酸 中链脂肪酸 是指这个八个碳 跟十个碳的 叫做中链 要怎么样分辨你的 如果厂商跟你说 它的是中链脂肪酸 你也不用跟它争论 你买回来 你这看一下 它是不是 在这个室温 25度以下 25度C以下 就会变成固碳 这个就是椰子油 全椰子油 它不是中链 你把它隔水加热 煮一煮 热了以后 它就会溶解 右边这一罐 就是我把这个加热以后 它就剩下中间这一块 这样 那么如果是MCT的话 不但在室温 不会变成固碳 你就算放冰箱 也要-5度C以下 才会结成固碳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在这里 那么我们把这个油加好以后 我就加这个桑叶粉 明日叶桑叶粉 加进去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油溶解在里面 变成糊状的东西 还有就是加一点B群 再加一点这个调味的 杀鸡果汁这样 酸酸的 它加这个甜菊 让它有甜味 然后再摇一摇 然后再加水 它本来糊糊的 加了水再摇一摇 就变成液态的 很好喝这样 就把它喝下去 那有一些人 他这个很有勇气 可以直接喝 那就不用像我这么麻烦了 那我本身是可能 从小没有这个培养出习惯 很多小朋友也觉得 喝油就喝油 直接就喝了 其实我是觉得很恶心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习惯直接喝 还是要把它弄成甜甜的 像前面讲的这个果汁 才不会比较有心理负担 不会觉得很难过 那么我一个早餐 我就吃了40cc的油 就吃了360卡 那360卡 因为一公一cc的油脂 会产生9卡的热量 那么油分这个可煎油 跟不可煎油 可煎油就是像前面讲的 你眼睛看得到的油 我一天大概吃了80cc 那么这个不可煎油呢 就是包括在肉啊 豆啊 豆腐啊 这些很多这个蛋啊 里面的这个油 那么可煎油跟不可煎油 一天加起来吃到大概 1.2 1.5cc就差不多 一般人了 如果不是吃生酮的人呢 你一天的油脂 可煎油最少也要1cc 身体才会健康 就是说60公斤的人 一天喝到60cc的可煎油 这个是我讲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一天我的油脂 可煎跟不可煎 大概有100cc 那么会不会太多呢 我们来算一下 我70公斤嘛 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 所以一天要的热量 大概是2000卡 那么2000卡的40% 要来自油脂 那么就算起来 应该800卡要来自油脂 800卡来自油脂 它需要多少的油呢 就要被酒除 因为一公克的油 会产生9卡的热量 所以大概就90公克 所以呢 我一天如果喝 这个100cc的油 吃100cc的油 那么就可以产生900 大卡的热量 一天需要2000卡 900倍2000储 就是0.45 也就是说我一天 油的这个分量 大概占了 热量来源的45% 我自己有一点很纳闷 我本身没有吃 没有吃淀粉 可是我怎么一天 喝100cc的油 就体重没有减轻了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体质有关 因为我本人就是 第一 运动量不是很大 再来就是说 我以前曾经做过 自己的人体实验 我是整个组里面 就是吸收力最好的 新陈代谢最低的 所以我这样吃 我一直维持体重 大概在69 70之间 并不会瘦下来 这样 那么午晚餐怎么吃呢 就是说 你可以吃所有的绿色蔬菜 绿色蔬菜都可以吃 那么蛋啊 豆腐啊什么都可以吃一些 这个就是 至于说 有吃肉的人就吃肉嘛 吃一些肉 一天大概200公克的这个肉类 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蛋白质 那不然你要蛋白质来源呢 就是来自坚果啦 还有豆腐啊等等 这个我们在那个 素食那一篇会提到说 怎么样让蛋白质足够 不会缺乏蛋白质这样 那我本身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 淀粉 我是不能吃 没有办法再吃低糖饮食的 也没有办法吃长糖了 因为我这个细胞 这个粒线体 燃烧葡萄糖的引擎已经坏掉了 以前利用过度 就是完全不行了 怎么证明呢 就是说 我这个在这个 我验尿 我的尿液 这个葡萄糖是负的 负的 可是呢 我只要吃这个米饭 就算吃半碗好了 三分之一碗都不能 一吃完我的尿就会变成两价 葡萄糖两价 所以这个李氏不爽 所以说 不吃葡萄糖 原则上就不吃淀粉 碳水化合物就没有糖尿病 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蛋白质也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呢 我本身蛋白质也不能吃多 我如果蛋白质吃多的话 我的尿液也会出现葡萄糖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证明 因为我们人就算是完全不吃淀粉 你身体的 你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也不会降到零 都会维持在55到70之间 因为就算是我们做人体实验来讲 你一个礼拜十天不吃东西 那么你的血糖也通常都不会降到说低血糖 因为蛋白质呢 一天会有75公克转换成葡萄糖 到了第十天 第九第十天 每天还是有20公克 会转换成葡萄糖这样 身体慢慢会适应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九局 谢谢大家收看